你們決定好不好 你接取那麼多台,可以隨便一台啊 正常,耳機帶過來幫我開一下 好,今天要玩的是人肉三腳架 什麼叫人肉三腳架呢 以後順序幫我做完 不要讓我在那邊提醒 已經播了一千多場了 然後每次開播人就全部不見了 然後就丟你搖板的一個人在那邊忙 這不是正確之道嗎 不是訓練有數嗎 但是沒辦法 現在就是這個現況,好不好 總是每個環節就是會到一個環節之後就會漏 然後要做到一個完整 所以為什麼要扎實密集的訓練 讓他們不斷的重複做同樣一件事情 這就是難... 企業精英之難 那我們精英的好不好,這是一回事 就是訓練的部分漏歸漏 但是我們要去面對 面對之後就是去做 然後呢,不斷地重複學習 好的,一支單腳架能夠做什麼事 如果說這是DOA呢 這是DOA呢 各位,這是DOA 磁吸太扣 就出去了 收音頭在這邊 好,就出去了 好,就出去了 然後就進來了 這一支呢,是目前呢 市場上比較拼命的那個叫做 聲音OK嗎 這個聲音是什麼聲音 空調嗎 空調關掉 我把它壓抑一下 好,現在呢是用... 現在是Boya的收音 好,今天講的這個頭呢 基本上就是 注意一下齁 最近有一些朋友他都沒有辦法用 那我們就是要解決它嘛 收音沒有辦法用 我們該怎麼弄呢 看一下齁 這個 這個 拆掉 拆掉,拉出來就好了 角度要對齁 那回去的時候這個要推開 DOA呢,這時候就進去了齁 就...就... 推進去了 好,我們先把它拉開 拉開就還給你 好 收音呢,原廠的收音變成這樣子使用 下面是...下面是供電 後面是麥克風 形成現在這個型態 可以嗎? 但是問題來了 目前只有原廠的能用嗎? 目前只有原廠的能用嗎? 不是喔 不是原廠框能用喔 其他框也能用 待會教大家 刷波6教大家齁 好,你看 DOA這樣就能夠用了 有...有...有麥克風 然後呢 好,這個時候呢 麥克風會有一點點穿幫 你要盡量的往後推 再來就是把風罩拿掉 再來就是 在跟BOSS這邊拿一個東西 買一個東西叫做 麥克風退後支架 我們麥克風退後支架 麥克風退後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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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隊的麥克風退後支架 那麼有那個退後支架之後呢 你的麥克風就會往後退 這個是要注意的地方 那麼我們來看一下這裡齁 那個已經救了很多人的穿幫齁 那你沒有退後支架呢 他就會前面穿幫 好不好 那這個畫面待會就是要幫大家展示 各式各樣的 單腳架 那麼讓大家能夠有... 欸謝謝 這個是用麥克風退後支架 看這個走齁,在這邊 好,然後呢 你可以想辦法讓他退後 我們就說不建議啊 那他斷打的地方我們知道 我們就說不建議啊 那你自己想土土開 好,退後 退後,退後 退後,退後 退後 我們都趕裝上去 但是我們... 就是心臟到大啊 不好意思 我不可以給你這個建議啊 好,各位看一下齁 我一塊錢找不到齁 正常你在我這邊可以嗎? 我們有拉那麼高過嗎? 但是你自己心臟要大顆一點的 來 這樣了解我意思 好,我用指甲轉鬆了齁 這位看一下退後 退後之後呢 各位看一下位置 可以直接往後面 退到一個程度 你就解決掉麥克風穿幫的問題 看仔細喔 原本在前面嘛 好 這個支架很便宜齁 解決掉大部分麥克風的問題 各位看這個位置喔 這裡是平的嘛 待會整個往後跑 跑到大概這個位置 那你這一類的麥克風支架很容易斷掉 斷掉的很多齁 斷掉的朋友 你原廠不好買也貴 斷掉 你看這個斷的齁 都黏的 好,看一下 各位看一下 差多少 差了三四公分齁 整個退到後面去了 這樣子有效 讓穿搬的問題解決掉 退到後面來 好 這邊教大家 麥克風的一個 DOA麥克風的應用 好 接下來要講另外兩個 另外兩個框 各位 你們之前有弄過這個框 這個框不能用 很簡單 各位看一下 把這裡打磨掉 去買錯刀 或者我們幫你磨 整個磨掉之後 就能夠正常用了 這是幽蘭紙的鐵框 一個熱靴 一個冷靴 兩個冷靴 好 這樣就搞定了 解決掉這個問題 第二個 這個 幽蘭紙的塑膠框 也是一個熱靴 兩個熱靴 冷靴 兩個冷靴 一樣在這邊 拿磨紙 那個沙紙 把它打磨磨 磨之後 就能夠正常用了 好不好 最近 DOA的聲音頭 大家都在問的 這兩個問題 在這邊幫他解決 好 那這裡呢 是原廠的框 對不對 原廠的框你要買一個 這個 八十塊錢的這個 原廠框用的冷靴扣件 原廠用的冷靴扣件 扣上去之後呢 你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好不好 DOA大概就是這個聲音的部分呢 幫大家克服掉你的使用 好 我們馬上從原廠框 轉到副廠框 鐵框 雙冷靴的框 幫大家講一下 各位看一下這裡 我們進去之後呢 DOA進去之後 這個往那邊攀 那邊 轉 輕輕轉 轉 OK 再來再來再來 OK 就這樣 各位看一下麥克風 然後手機 然後這個是CAM340 那麼這是一支探險三腳架 好 順便報一下器材給大家 不然你們還是會問 好看一下喔 鐵框框上去之後呢 非常結實呢 第一個耐摔耐重 再來呢 我們可以把麥克風給裝上去 DOA這樣裝上去之後 就不會穿幫了 好 記得因為這叫做 這是裝了一個叫麥克風退縮支架 麥克風退縮支架 我把這拿下來你看 怎麼穿幫你怎麼穿幫 沒辦法穿幫了嘛 就會變得 那你原本帶在什麼程度 你原本會帶在這個位置 你原本在這個位置就很容易穿幫 記得 退縮了 退很多 好這個看一下 因為這裡做了打磨 原本沒有打磨沒辦法用 打磨之後就能夠正常使用了 那你去五金行買個搓刀 大概是一百塊吧 回去慢慢磨 那交給我們磨 我們是直接進砂輪機 幫你跑過一次兩百塊 那不是辦法中的辦法嘛 好不好 那這裡再補一個光 那你怕要穿幫 你也可以把麥克風擺在這邊 麥克風擺在這邊也很OK 上面擺燈 麥克風 這樣了解了齁 好接下來塑膠框齁 很快的速度把DOA講完 接下來要講另外一台 人肉的那個 穿幫會漏毛 是不是會漏毛的 漏毛就違法了嘛 是不是 我們這麼純樸的社會 好 這個是優蘭紙的塑膠框 副長塑膠框 那麼它是用砸式的 那用砸式的進去之後呢 我們把它放進去 好記得看好醜醜的這裡 是我用那個搓刀磨的 你可以用沙子搓刀都可以磨 那有點醜 但是總比不能用好 好 一個冷靴兩個冷靴 好 這個比較不擔心 因為這裡加高了 加高了之後 穿幫的情況會比較好一些 好 一樣看一下喔 因為這裡太厚 原來的副長這個太厚了之後 塞不進去 這時候你打磨掉之後 磨得差不多之後呢 這樣兜進去 好就完成了 好再講一個重點跟技巧 很多朋友在DOA的使用上面 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一下能充電 一下不能充電 一下能收音 一下不能收音 好教大家一個秘方 就在這裡面一個秘密 在這裡面 這裡頭原本有一個軟墊墊 軟的不要不要的軟墊墊 那多軟呢 大概Microsoft那麼軟微軟 那麼那個軟墊把它撕掉之後呢 就會增加它的一個什麼呢 接觸的一個墊 增加它的接觸的深度 也就是插得比較深 那插比較深 他就高興 他就嗨了 聲音就出來了 就是這個意思 那如果沒有教你呢 因為插得不夠深 他不爽你知道嗎 一下有聲音一下沒聲音 就是在這個軟墊上面 好這是這一陣子玩出來的心得 跟大家分享 好那你一定要用一個東西齁 磁吸太夠跟充電器 這個東西是我們在用的東西呢 目前來講充電換電很堵難喔 那你堵難怎麼辦 啊還有再講個重點 這個真的都沒有遇到熱蕩 完全都沒有遇到熱蕩 然後放進去 好給我一條充電線 我們再補個光好了 帥一點啦 原廠不能補光 你要補光你只能用這個 和副廠的 這個 只有這兩個能補光 那我們現在的作業型態 因為我們每天在教直播 所以讓各位看一下現在直播的型態 那你也知道一點就是說 你直播的時候呢 可以怎麼架 那效果大概怎麼樣 好那我們聲音進去 好各位看一下各位觀眾 我這樣子 這是充電的棒棒 這是磁吸太扣 那麼這是DOA 這是麥克風 你就可以出去撐一整天 五千多的大概是四顆電池的量 那價錢呢 大概就是 這根棒棒跟原廠電池是差不多價錢 所以你又有自拍棒功能 又可以折自拍 然後呢 這隻腳呢 我要不要把它做一下 MIRROR 直播的軟體不對焦嗎 你自動對焦關掉了 那裡頭有個自動對焦 待會設定的時候注意一下 這個呢 有了 有了 有對焦了 就是這個電池手把 好 因為這幾天都在講這個東西 在試這些東西 試一次總是要把成果告訴你們 那麼 平常在問的問題 大概就是這一些 那我們總是要去 讓大家理解 講一些說明給大家 好不好 好 這個就是DOA講到這邊 好 DOA講到這邊之後呢 還要講一個重點 就是說 如何方便的快取快拆 然後 靈活運用 那麼 我們這邊呢 門市有很多的高手 這邊會教大家 好 那要離開它嘛 拉掉 直接就可以離開了 用手拿 吸上去 磁吸太扣 加上了DOA 好 接下來要玩的是 潛水鏡 潛水housing 有中古的 沒有什麼外商 很便宜喔 然後這個是 我們買DOA會送的東西 這裡是放冷靴冷靴 DOA 有一個東西一定要推薦你們 知道一個東西叫做快拆 DOA有附上面的這個東西 但是下面四分之一它沒有 所以你就要買這個東西 去跟你所有四分之一裝備 銜接在一起 你如果是GoPro的朋友呢 麻煩你把快拆都改成這一種的 你會發現人生變得更加精彩 效率變得更高 好快好快 秒拆的不要不要 扣上去非常的緊實 一鬆掉之後 馬上就分開了 那麼這就是GoPro DOA DOP 還有就是 ActionCam 都可以用的一個裝置 秒拆 好便宜幾十塊錢 讓你的人生呢 變得更加精彩 因為速度 變很多 一拉就開 這裡還有四分之一孔 這裡還有四分之一孔 那麼你要讓你的 你的那個DOP 快速的裝在頭盔 快速裝在那個 你的 你幫我把它裝成 那個潛水手把 在那邊潛水手把 好 接下來 我們要進入我們的重點課題了 人肉叉燒包 不是人肉叉燒包 人肉三腳架 看這個地方 BOSS這四天都怎麼拍呢 跟大家解釋一下 保護做好 然後呢 形成這樣的一個狀態 各位 多穩你知道嗎 因為第一個 眼睛這邊是一個支撐 這裡是個支撐 那這裡呢 還可以運進 然後呢 直接眼盃進行作業 好 開拍 你眼睛呢 可以在大太陽下呢 透過viewfinder 直接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很仔細 就不用在那邊 喔 做出很傷眼的 很累人的那個 的那個 作業 所以我們在作業上來講 記得看這件事情就是 有效的支撐你的身體 的相機 支撐你身體的 像 當作一個 三個三角形 一個三腳架 右手一個三腳架 左手一個三腳架 做業完之後呢 你就會 做出很穩的畫面來 我這四天全部都是用 用這個叫做 手持的方式在作業 所以作業起來呢 非常的快 也不用 在那邊一直架三咬架 那麼效率變得很高 好 那我脫離的時候 直接就脫開了 好 那我們再看這個 這一隻是 SHURE的 雞爪 那麼它是一個 單腳架才有桌上 我的座位右手邊 這一隻做工很好 品質很夠 就縮起來了嘛 縮起來了 然後要用的時候呢 就展開 那平常我都是用扣的 這裡 扣在腰上面 然後這隻雲台還可以運鏡 那什麼是 什麼的填水鏡喔 這個是DOP的填水鏡 原廠的 好原廠的 大優惠中 大約 折數很大啦 好我們看雲台運鏡 好這邊轉鬆之後呢 各位看一下 你重量上去之後呢 它下面有油壓 可以做角度的 可以做角度的 增加你的 更舒服的角度 增加你更舒服的角度 我發現就是說 不管你的體格怎麼樣 基本上 這一個角度跟上面的角度 能夠讓你的這個 呃 手持的拍攝作業呢 更輕鬆啦 幾乎就是完完全全是一個三腳架 可是三腳架運作的時候是以中心軸上下左右 那我們用人的這種人肉三腳架呢 在作業的時候你會發現你會有更漂亮的撫養軸 有跨距的撫養軸 然後仰拍的時候呢 又比三腳架多很多的範圍 裡頭又帶一點滑軌的味道在裡面 所以這人肉三腳架呢 你如果會用的時候呢 你會發現作業很輕鬆 然後這個是兔龍手提的設計 給各位一個概念 你現在用相機一定要裝兔龍 因為我這事件發現有了兔龍 第一個 相機獲得很好的保護 碰撞 各方面獲得比較好的保障 不會直接衝擊你的相機 第二個 可以附掛的東西非常的多 非常的方便 一大堆的冷靴 那麼這個是通用的兔龍冷靴 一個兩個三個四個 四個冷靴 跟一大堆的那個 四分之一孔 那麼你去找一個15mm的那個 層架管子 15mm短的 在那個 音節旁邊那邊 音節旁邊那邊 短短的 那麼這裡可以再加一個15公分管 去做擴充 那麼你這一支就很厲害了 可以裝的東西 直播結局卡 無線圖傳 麥克風 行動電源 還有補光燈 指向麥克風 無線麥克風 再把它補上去 五六件東西全部都可以跨上去 跨上去之後呢 你就可以長時間蓄電供電使用 甚至於V掛都可以掛上去 那麼無線圖傳掛上去 直播掛上去 你的EFP呢 也可以用這支相機 S1H 這台相機呢 6K的 那麼 擁有呢 外部行動電源供電 我玩出他的很多的一些 別的機器所做不到的能力 包括了就是說 長時間的呢 作業不會熱當 也是他很重要的亮點 好 接下來要變化一下 這支單腳架 這支單腳架可以做一件很棒的事情 就是 交給誰呢 交給我們玩穩定器的人使用 對 我馬上在這邊加了一個附掛 我這邊要擺一個摸 那摸的位置就會更舒服更好用 所以這個兔龍呢 手把呢 是通用型的 很多兔龍都可以相容 那麼可以附掛這15公分的管子 那你要多長呢 你譬如說你要萬里長成那麼長呢 我們不會做給你 你直接去看醫生 我們大概建議大概30公分以內 或者跟相機體積以內的管子 都OK 那麼這管子好了之後呢 我們可以再附掛 這個是錯的 還可以附掛一些這個管件 那再附掛你的手機 四分之一 還有什麼的 都可以透過這個東西來轉 好 參考一下 OK 說真的 不輕 相機做的不輕 好 然後 雞爪彈腳大 雞爪好像比一般 大很多 這隻雞爪是少數呢 金弓全金屬的 然後非常的沉重 非常的耐 它是少數雞爪可以下折的 增加高度的 增加高度的 為什麼要增加高度呢 我們可以這樣抓嘛 可以抓下面增加你的高度嘛 這個三個爪子 這個三個爪子 非常非常的強 接下來我們要做一件事情 把這隻雞爪單腳架 直接瞬間把它拉長 不要瞬間沒有辦法 改裝一下 首先呢 這個鎖屎 然後我們把整套轉下來 這個鎖屎 然後把整套轉下來 這是它的這個螺絲鍵 它的這個盤子 雲苔盤子 雲苔螺絲 有四分之一 跟八分之三 在上面 然後我們先 上下座結合 這是雞爪底座 這個是 單手 單腳架 扣住之後呢 就形成現在這個樣子 很漂亮 它採用的是國民藍設計 國民藍的那個金屬設計 好 扣上去之後呢 就形成了現在這個形態 好 那麼高高低低 怎麼弄呢 很簡單 那手機這邊的缺點 就是手機的鏡頭 它會一直變化光線 這點必須要跟大家講 會比較 我還沒有辦法解決它曝光的問題 OK搞定 再來這邊 把它轉鎖上來 看一下它的型號 P224SR 我們提供什麼呢 大師推廣架 這一支我們現在是在大師推廣架 因為是一個新的概念 新的設計 所以呢 必須要做一些推廣 它才會 才會走動 好不好 那麼也希望大家認識這個東西 好 那這是一支750塊的雲台 說真的就是跟了我很多年了啦 那也沒有壞掉就加減用了 因為它可以做 它的油壓呢 是左右有油壓 左右有油壓 那上下有油壓 那麼就可以幫你運進了 那這種單腳架呢 會不會穩 它不可能穩的 它只是輔助你 讓你能夠拍得比較 輕鬆 然後呢 自帶那個穩定功能的相機呢 才會有好的效果 好 扣上去之後 扣上去之後 好 你不呼吸 開著它的防手震 基本上畫面還OK 那你如果是望遠焦段要用它的話 可能就有點累了 那第二點 聽我講一件事情 來 好 腳架 來截圖 這是目前一般架 我們到時候會有大師推廣架給你 224SR 就這隻腳架 好 這裡有一個美腳在這邊看一下 這裡轉鬆 轉鬆之後 你如果是一般球台的話呢 它這下面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 PEN的那個 軸承在這邊 PEN的軸承在這裡 你就可以做左右PEN 也可以轉緊一點點用 那這裡呢 這裡 拿掉之後 它就是讓你 我裝在 穩定器上面的一個 輔助裝置 讓你隨時能夠拍拍高高低低 然後隨時可以休息 好 這就是這一隻 224SUR 224SUR 腳架的魅力 再來就看下面了 下面麻煩看下一個 另外一個鏡頭 好 下面這裡轉鬆 轉鬆之後 轉鬆之後 就脫離了 就脫離使用 脫離使用 脫離使用 OK了 這邊好了 這邊再看一下 這是磁吸 太扣以外的快拆選擇 磁吸太扣以外的快拆選擇 沒關係我抓住繩子 我有抓住那個 這就是注意一下 我有抓住這個 這個肩帶的重要性 大概是這樣子 看一下 那現在這隻下面這隻腳呢 正在跳樓大拍賣 這隻腳 品質都不錯 這500塊 其實買幾早都不只 要鎖緊 好 我出去的時候我會這樣子做 有的地方真的讓你沒辦法落地 譬如說木質地板的展區 木質特殊地板的展區 有的草皮也不准讓你落腳架 那這個時候呢 我只能勉強硬撐的話 就是這樣子在拍 我去日本我都是這樣在拍 我腳這邊 各位看一下 你找出你適合的位置 然後 我們就暫時這樣撐一下 因為很多地方不能出腳架的情形之下 你就必須要利用我這樣的方法 完全沒有辦法 你去到拍日本的神社 你腳架帶進去 他就complain了 就跟你講不行不行 不行不行 你就要去不行了 那 我們就用腳來當作一個什麼呢 保護地板的一個方法 然後再用單腳架下去作業 好 看懂了齁 好 EJ謝謝喔 會 好 接下來我們把它固定回去 好 再來講下一個功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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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萬別這麼做 千萬別這麼做 千萬不要這麼做 完全不鼓勵你這樣做 因為風大呢 風大呢一定會倒 好 好 風大一定會倒 但是他又 又比一般的單腳架又穩很多 好倒了 好 好 下面轉鬆 這裡轉鬆 OK了 他又多了 前後 左右 底座的不變 大約可以擁有15度到30度左右的 大約15度左右的角度變化 好 這個是他允許你使用的一個方法 如果你 沒有雲台的情形之下呢 那麼你相機直接鎖上去 大概就是只有這些角度可以用 利用底座呢 當作油壓雲台來使用它 也是OK的 好 接下來就進入我們的跳樓大拍賣 那麼 那 聽好BOSS這幾天的一個感動 就是 這一台呢 叫做 S1H Lumis公司的 Panasonic Lumis品牌 的相機 它是 Panasonic第一台全幅相機 擁有6K的性能 還有就是 180p Slow Motion的 FHD 非常龐大的那個格式 讓你做選擇 它4比2比2 10bit的性能呢 讓你的色彩取樣 色彩深度 獲得更豐富的表現 400Mbps呢 讓你能夠記載 最多的細節 讓你在後製更有本錢 鏡頭群呢 有Sigma公司 萊卡公司 還有Lumis公司呢 都有做 都有做這樣的一個鏡頭 如果你是Canon家的人呢 只要裝個轉接環 就可以把Canon的鏡頭 直接轉到這裡來使用了 這麼多的一個運作可能呢 它的記憶卡 居然不需要買那種 超級昂貴 無敵可怕的那種 一兩萬的記憶卡 它只要U3的4K卡呢 就可以錄6K了 沒有問題 那我6K呢 講一個重點是什麼 你不知道的 就是一張64G記憶卡 可以錄53分鐘一個檔案 64G記憶卡錄53分鐘6K影片 一個檔案 聽得懂嗎 這個很重要 懂的人就知道我在講什麼了 那你也可以把檔案分段 就是4G一檔 4G一檔 4G一檔 一個Car如果有很長的一個時間 它會分成很多檔 也可以不分檔 它都做得到 然後裡頭的功能呢 豐富的選單內容 讓你在作業的時候呢 多了很多人家沒有的選擇 譬如說電動滑軌在裡面 電動根膠 在裡面 三點定位對焦 一二三指定點對焦 它在裡面 那麼豐富的這個操作性能呢 可以讓你在作業時候呢 有更精準的表現 再來就是它的防手震 也做得相當的強大 它這裡頭有內置光學級的防手震呢 可以讓你在手持持握的時候呢 獲得很穩定的畫面 錄製出非常好的效果 如果作為一個拍片用的相機呢 它基本上 它就是在80%的功能 是在拍片上面 在照片的部分 有20%的功能 比例上大概是2比8 好 那你如果是拍照 需要很強大的性能 麻煩你買S1R S1R 那你如果是拍一般的影片呢 職業用的 你買S1 S1呢 是職業級的 職業級的 全幅相機 拍片佔七層 照相佔三層 S1R呢 是照相職業級的 照相七層 三層是錄影 那麼這一台叫做S1H這一台呢 基本上是一個電影機的等級 它的C4K非常的強大 Vlog內置 還有就是它有6K在裡面 讓你在後面期作業的時候 後期作業的時候 可以做隔放運用 這就是S1H 它作業的魅力 另外它在直播方面呢 只要裝一張擷取卡上去 它就可以進行直播 那麼 2.8鏡頭讓你閃的不要不要的 我們接下來會把它大量的作品呢 在低光夜市馬路 隨行的這個隨性的這個拍攝 讓你知道隨性之下 也有精彩的畫面可以產生 所以呢 接下來帶著記憶卡來 歡迎你試錄看看 那我這個是工程機 還不是完整的 市售機的功能會更完整 那市售機的這個 跟我們這個工程機呢 據我了解還有一些差別 大概再讓您知道一下 整個架構就是我這一次 這是四天呢 所用的裝備 身體不安曲齁 自己做一下你要的那個 高低腳 高度自己隨性去弄 高低 然後要換手的時候 這裡一定要抓住 你的肩帶 一定要抓住你的肩帶齁 那他這裡有個手繩 手繩被我收起來了 脫離 那麼這一隻呢 就是目前看到比較厲害的一隻 Sure 單腳架 好接下來我們要跳樓了 可以用S1H用6K拍鳥嗎 當然可以 鏡頭你就可能要買70-200 才夠打 那還有一個精彩的東西 我原本是要體驗 會跟大家講的就是說 它的焦段有 它的焦段非常的豐富 它隨時在拍的過程當中呢 你有一些格式 你可以選擇Full Frame超廣角 那麼你可以選擇 Super 35再乘以1.6 1.7左右的樣子 1.65還是 Full 就是說它的焦段呢 可以透過CMOS sensor的切換 切Full Frame 或者是Super 35 來搶你的焦段 你可以拍得更加的close 那廣角也可以更廣 也就是可以透過內置的一個 這個擴展望遠的功能呢 隨時進行廣角的CMOS sensor拍攝 跟切換成35mm的這個 Super 35的CMOS sensor切換 你就一個鏡頭 等於說有多用途了 焦段會變得比較 可能就是75 70的齁 70端再乘以1.5 或者1.6 1.7 我再查一下 我真的東西背道都忘光了 那 這就是它在好用的地方 如果你打鳥的時候呢 你可以在裡面呢 進行這個 切換那個 Full Frame 跟35mm 然後讓你的鳥變得更大隻 好,這是一個方法 第二個方法 它在6K的時候呢 因為它是6000嘛 乘以4000嘛 6000乘以4000 你如果說焦段不夠的情形之下呢 你可以回來後置剪接進行隔放 讓你的鳥變大隻 如果你覺得鳥不夠大隻 你可以用隔放法 在4K裡面 因為它的肉夠多 6000、4000 那你變成4000、2000嘛 你的肉肉就會變得比較有籌碼 讓你的鳥放大 而不失真 這就是它在這個錄影的時候呢 獲得更大膠段的可能 用數位的切割 或者是用Super 35的切換 讓你的膠段變得比較望遠 而後呢 再來 把你的鳥鳥拍得比較大隻 這是這樣的應用 好 好 那相機可以拆下來 相機整個拆下來 會累捏 冠華 楊瑞任 張紫陽 謝謝 666666 那上個禮拜在假期前呢 我們推廣了一個 一檔叫做 跳樓的那個叫做什麼呢 單腳架 那當然呢 我們也需要就是說 把它 再推廣出去 因為 那個時間點是非常的笨 因為隔天就要放假了 在那個時間點 推廣這個東西 沒有什麼效果 大概 二十幾支 只賣了大概六支左右 還有十幾支在這邊 那麼我們現在接下來就是 包括它的重量 收多長 聲多長 介紹給大家 現在的麥克風是 很保雅的這支指向麥克風 幫大家進行收音 阿明 阿明 幫我拿電子秤跟那個 齒 齒 齒 接下來我們每一支 都會幫你量一下長度 然後跟齒 齒 首先呢 這支500塊的這一支呢 是一支 雞爪 雞爪 那因為呢 有收納的受傷 所以就只能現場購買 然後它左右是可以轉的 可以轉的 然後 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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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就像這個樣子囉 再來它總共四節設計 一節 兩節 三節 三節 好 高度多高呢 哇塞 鐵的 鐵的 大的鐵的 好 那麼我們擁有這樣高度的一個支架要做什麼呢 放手機 放手機 穩定器 放你的GoPro 放你的這個Action Cam 都非常的適合 那你就不求人了嗎 好 我們先把最低收給大家看 阿明這邊寫一下 來 這邊幫我寫收納場 寫收 寫收 收63公分喔 收63公分 阿明收63公分 你 你那邊有筆 右邊那邊有筆 隨便先寫一下 要不然我沒辦法繼續 收63公分 謝謝 好 再來長喔 來麻煩你喔阿明 好 哇喔 一百七十七點五 一百七十七 基本上我已經看不到 一百七十七點五 再來重量 這支五百喔 要跳樓的對 這支五百 來 那也跟大家報告 不是說 因為我們場地太小啦 那為了這裡 四分之一的 你可以轉 轉雲台用 那或者轉你的穩定器 給我一支M4S 再來重量喔 我們要把東西轉出去 六五五公克 六五五公克 六五公克 那穩定器轉上來 那等將來遙控器來了 就可以 哇 頂天了 我建議這樣用啦 太危險 這樣太危險 這樣很容易倒車 如果說你這樣子在用的時候呢 它就會有一些些風險 然後穩定器大概這樣用 那我們待會兒再介紹手機用的版本給你們 阿民麻煩貼一下 貼這邊 貼這邊 貼這邊好了 這一支也是五百耶 只是它不一樣的地方 它多了這個自拍的這個手機夾 讓你能夠 這樣子自拍 下面的性能都差不多 沒有關係 OK 待會拍照好了 這個 那這個差別 這個 這個是 那做沒關係 雞爪是這樣 長得不太一樣 一個是紅雞爪 一個是黑銀的 那麼這一支五百呢 基本上高度長度重量都一樣 都差不多 齁 就照那個寫吧 這個也一樣 只是這個一樣五百 可是它多了雲台 跟多了手機架 那麼很適合直播的人 那直播呢 也可以幹嘛 你知道嗎 不要 不是叫重的要當下面 沒有 有兩種用法 叫重的當下面 那是另外一支 待會兒拿給你們看 這就直拍了 直拍了 自拍了 因為它的頭頭的設計 是上面沒有孔讓你鎖 它只有凸 沒有凹 所以沒有辦法高低用 齁 所以就只能現在 暫時這樣子 就只能出這種的 這種雞爪 好 再講 這就是下面粗 上面細 阿明這個可以拿走 這一支呢 我再幫大家量高度長度 好 這個就是種的在下面 下面粗 上面細 它穩定器 任何一支穩定器 包含 你看那支 一百六十七公分 阿明 一百六十七公分 一百六十七公分 這支 整支金屬的都是金屬件 整支金屬的都是金屬件 這支七百八十塊喔 買幾爪都不只 我看 阿明收起來是四十六公分 這個收起來短很多 差了快二十公分 四十六公分 這支比較小巧 這支金屬的 比較耐用 剛也是金屬的 只是它的結構件有一些塑膠的 所以是這樣子 這支七百八 阿明 這一支超猛的喔 這一支非常的 這支是百糯的 我估計一支要四五千塊 那這支一千塊錢喔 很粗阿 非常的粗 它的尾管這麼粗阿 但是都有加工過的痕跡 有做過別的事 他們 高度嚇死人了 這支一千阿 哇靠 比我還高耶 比我還高 你覺得我還高 比我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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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百 零一 零一 兩百零一公分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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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支不能計送喔 因為這支要現場驗 然後再來就是把它的那個 現場很吵齁 用指向 比我還高 一 零一五公分 一 三 一 二公分 一 二公分 三 三 四十 二 五十七 五十七 五十七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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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百公分高 五十七公分 好,這隻一千 那只能現場 原因很簡單 因為這是中古的,舊的 一千塊錢,這麼大一隻 再一隻金屬的,是長這樣 這一隻呢,也是單腳架 品系不同啦 然後,這些單腳架用來穩定器的垂直放置都OK的 哇,這個怎麼那麼高 有一隻碳纖的,也是一千塊就賣掉了 那隻,當場就被拿走了 哇,這個更高了 這怎麼比剛剛還高 死不夠長喔 哇,兩百一十一啊 兩百一十一公分 這隻賣多少 哇,七百五 這隻真的夠了 太高了 這隻,剛講兩百一嘛 兩百一 兩百一 兩百一唷 這個好像有兩三隻啊 因為倉庫 堆不下了 所以呢 把一些回饋給大家 好,再來看它收起來多長 重量你再量一下好了 這隻啊 收五十九點五 收五十九點五 高兩百一 這一隻 這一隻 重量我來 我也蠻好奇它的重量的 那各位在廟會搶拍的時候呢 這一隻就是 比人家高人一等啊 九百公克 九百公克 天底下有這麼巧的事啊 九百整耶 九百整 九百公克 一公克不用一塊錢 當秤重在賣喔 一公克一塊 腳架一公克一塊在賣 都賣不到 那不是東西不好喔 你可以到現場看就知道 不是東西不好 是 給好適合的人使用 好,來 這一隻風吹不倒的一隻腳架 蠻特別的 蠻特別的 阿銘我們先量它的 這一隻也很划算喔 基本上這雲台是掛修賞的啦 然後比較適合給手機用的 四十二公分 四十二公分 收 當自拍棒的時候這樣抓著 那為什麼當自拍棒好用呢 因為後面這裡的重量呢 可以讓你自拍的時候 拿起來比較輕鬆 阿銘這轉盤給他換漂亮一點的 他已經換漂亮一點的 那這裡是鎖小相機 Gopro 鎖Gopro 運動相機 這可以回去了 打九折 那個拆封的打九折 來我給他們 你說話我給他們看一下 好 Gopro運動相機 小微單 RX100這一類的還OK 好 這個是一段的使用 好我們把它全展開看一下 這裡還可以全展開 這樣封就不怕了 這麼寬阿 然後可以拉高 這樣變高 這樣變高 這樣變寬 好 再來 拉開 黏回去 哇 你看 這隻腳呢 這麼大一個 那風吹會倒呢 就風太大 欸 你可以在上面放你那個最討厭的老闆的照片 然後這樣捶它 這隻腳架呢 可以當作娛樂性的 這一隻 多少錢啊 一千 那你雲苔自己換掉就好了 它上面是四分之一的 但是我不認為它適合太重的 它輕輕的還OK 然後再加高我看多高 我們來看它到底能多高 喔喔 就這麼高 蠻適合女生的 一百六 剛好一百六 這裡有很特殊的 一個四分之一 兩個四分之一 三個四分之一 放手機架用 很適合直播主們使用 那你直播主呢 有時候你就買這隻放在桌上 阿民這在送一個手機架好不好 再拿個手機架上來 四九那一種 你可以在桌上做直播用 然後自由調整高度 放地上做直播用 這個直播應該很OK 放在桌上放在地上都OK的 然後呢 可以在這邊鎖 行動電源 有的沒有的 拿一個新的 這丟掉 丟垃圾桶 那個看起來不要丟掉 阿民丟掉 嘿 直接丟垃圾桶 好 好 這隻 提供大家參考 可以倒折 可以升高 可以縮短短 那 可以 可以放口袋 可以放口袋 好 阿民阿民 來這邊 你就可以直直的直播 橫著直播 這樣就可以解決掉你一些問題了 由於地面的穩 地面夠寬 夠广 夠穩 這裡可以自己鎖 鬆跟緊 自由選擇 好 這邊謝謝大家 還有一隻要秀一下 這一隻 超級無敵變態 隻三角架 他比我還高 他比我還高 然後 可以頂到天上面去 天花板去 這一隻呢 祖廟會很適合 因為很輕 很輕 然後 你要移動也很方便 你要舉高呢 去可以更加輸贏了 可以舉高更加輸贏了 我們忘了量他多高 那我們就來量一下好了 這一隻 一千八百塊韓雲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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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把它弄最高 看看多少 你如果怕單腳架不穩 就是選這一種的 裡面的 一千八百塊韓雲台 我不夠高啊 哇 這兩百塊韓雲台 一千八百塊韓雲台 對 兩個分開 腳跟底板分開 224 224 先把它收看看多 可以 可以先稍微看一下 那中間的材質是一模一樣的 因為這是裡面沒有電子裡面 你給它看摺疊類似的 體驗一下摺疊大概都那個情況 那它的優點就是可以快速去切換 好,收起來看多長喔 沒有用過 它的話會有一些比較容易 就是像說 你會有需要做什麼樣用的 OK 九十公...九十一公分 然後又想要輕 這一款建議不要選擇 因為手機蠻容易滑出去的 像你們有加裝殼 好,各位看一下 重量 放一下 放一下 蠻方便攜帶的 但是缺點就是你沒辦法 224公分高,收91公分 1800 腳是新的啦 重量2.4KG 它沒有辦法 它的角度線位會比較大一些 就是會卡住 是這個嗎 那你們看BOSE的真機有多醜 高224,收91 重2.4KG 好啦,人太多了 我們都滿出來了 準備收播 接下來我們要玩的就是 手機加全服相機 鏡頭的一個應用 運動相機加全服相機 鏡頭的運用 在後面會慢慢的釋放給大家 讓大家能夠利用 運動相機用手機 拍出某某的閃景 未來的套件 將你的蘋果 將你的安卓 直接就變成了什麼呢 全服相機的一個 應用可能 謝謝大家 謝謝